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价格呢 有所回落 回落至1486美金 澳元对美金呢 依旧是在0.6850附近徘徊 比特币呢 是回调至9300点 澳洲200指数呢 是目前报价6700点左右 那么以上呢 就是昨天的一个简单的概况主要的产品 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呢 就是在澳洲啊 同质化的行业 或者是行业里面的同质化的公司比较频繁 比较多 那我们如何在这么多的同质的公司里面找到那个股价 未来潜力比较大的呢 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产品的周期 一个公司啊 他如果是想要赚钱 必然是要把价格更低的这个成本做出来的产品 以更高的一个价格卖出去 这样才会产生一个收益 那么产品的周期呢 主要是从需求发现开始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去用这个产品 那我们不知道 那朋友用了之后呢 推荐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大家使用的人就慢慢多了 那么这个呢 就会传递到消费使用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需求释放 那么这是一个整体的上升期 什么叫需求释放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用 那这个时候呢 把大家的需求就释放出来了 我用了一次还会用第二次 买你一次产品还会买第二次 所以之后呢 消费就会升级 整个的消费群体就会逐步的扩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股价 公司股价上升速度最快的 最后呢 就到了消费饱和的阶段 大部分的产品呢 我们都已经有了 用的还不错 身边的朋友也都有了 像苹果手机 像这些电子产品 或者像这种汽车的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大家就不会再去换了 所以产品卖不动了 股价自然也就上不去了 基本上就到了一个成熟期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只能是 拿到股价的一个分红红利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周期 所带来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周期 最终呢 我们看的是比较的就是 谁的客户消费频率更高 谁的客户持续性更高 谁的客户呢 总消费金额更大 基本上股价就会整体上涨 那么之下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勤劳的一个问题 勤劳不一定致富 但是勤劳呢 可以让我们生存 并且呢 存在致富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在于 你是否在通向成功的捷径 或者是道路上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身居办公室 作为白领 那么其实我看来 在我看来和一百年前 坐在车间的这个工人 织衣服啊 或者其他的工人没什么区别 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时代 只不过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 领着固定的工资 到底上班 打卡下班 就是这样 仅此而已 跟一百多年前完全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 这个社会还是相对比较 现实和残酷的 那么有一句话 我认为还是说的比较客观的 就是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整体上的意思呢 就是顺势而为 我们想一下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 但凡我们买了任何的有价值的投资 房市也好 股市也好 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翻倍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涨幅 比方说 房子翻倍了 股票翻倍了 我们在过去呢 赚了五十万 那么这十年 每年赚五万 其实我们是什么也没有做 但我们的工资呢 就是每年还是五万左右 早晨九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六点下班 每天要八到九个小时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我们才能每年拿到五万块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 在未来呢 良性的资产 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简单 比方说我们十万 如果是能做到每年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回报 基本覆盖我们日常的一个开销 每个月平均两千块 三千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工作压力就会小很多 我们就不用在三十岁的时候 还在谈 我们没有存款 四十岁的时候呢 不敢不上班 请一天病假都不 都感觉心里慌慌的 那么到了五十岁呢 我们还要担心养老的问题 到了六十岁 我们还要坚持工作 所以呢 为了不让以后这些情况发现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资产变成良性的 而不是把手里的钱都拿去做消费 很多人喜欢赚多少 花多少 这是不对的 哪怕你每个月存下来一千块 投资一千块 长期看的话 负利的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个股来看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运气 看分析的能力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大的行情来讲 我们认为股票 整个的股指 整体的上涨是我们不是一直股票决定的 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决定的 很好理解的就是房产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房子 是我们自己去选 但是整个房产的市场的上涨 我们是决定不了的 所以呢 在大的机遇下面 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 把自己的资金在对的时间投到对的市场里面去 这个呢 我们就会更接近成功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是大家对我们线下活动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视频后方点击报名链接 参加我们线下的一些讲座 我们在悉尼和摩尔本都有公司 如果大家想要打电话了解更多的内容 可以拨打03-8658-0603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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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